我對老店印象最深的是,還沒進來讀小學之前 那時候我剛從紐西蘭回來,要到附近的銀行去辦兌稅的支票兌換 那天,剛好走在路上,經過那個店門口 其實我從車站那邊走過來 對其他路邊的商家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唯獨走過杜曉月之後 就覺得這家店好像比較特別 然後就回頭一看 突然看到那個平面的師傅 他也有看到我 剛好眼神也有交會到 後來回想到才發現那個人好像是第三代總監的父親 事後回想起來才覺得 總監面試的時候才會想到說 奇怪這裡很熟 我覺得很特別的一個感覺 店對我來講就是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還沒進來之前就有 他有叫聲的印象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剛進來杜曉月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人家店幾乎沒有什麼 所謂的老闆或老闆娘 沒有所謂的店長 一大人就是大姨、二姨 然後兩個主面師傅的叔叔 然後跟幾個阿善跟公讀生 就這樣而已 然後整家店在一起的氛圍都很像家人一樣 那其實那時候一開始在杜曉月 我覺得蛋仔麵 其實是杜曉月最重要的精神之一 已經他是從杜曉月是從 開始賣蛋仔麵 這一碗麵開始 一直延續到現在這125年來 我自己在煮麵的時候才發現到 其實他每一個食材的變化 其實都會造成他一碗麵 顯現出來不一樣的口感跟風味 包括麵條的口感、肉燥的濃稠度 蝦湯的溫度 還有醋的多果 蒜泥的味道 差一點點都會差很多 所以每一個食材的比例稍微過差一點點 其實客人吃起來的味道就會非常的明顯 有不同的差異化 後來到台北開始做其他的東西 包括開始展店、接店長、開始接督導 甚至到現在比較算後勤類的經理跟協力 這一段時間這樣子走 因為全部都是要這樣子 一點一滴慢慢的建立起來 從這個過程當中 自己學到的東西真的是超過自己原本所想的 所以當了店長之後 我才知道說要怎麼當一個店長 然後一直到後來當督導 也才知道說原來 當督導其實也不是一個很簡單很輕手的工作 不是只是去門市走走光 說什麼這邊需要加強一下 這邊需要再調整一下 這樣子而已 他要管你的事情跟他要做的事情 其實非常的多 然後一直到後勤 做了一些比較後勤類的行政工作 然後做了經理到現在協議 雖然這段期間學了很多 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所以真的對我來講影響非常大 學了非常非常多 原本從來沒想過會學到的東西 那時候學煮麵 是大一加我的 他一直都給我一個想法跟觀念 就是這碗麵對於杜曉月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也是杜曉月所有的靈魂的所在 真的煮了越多 學了越多 才會覺得說這碗麵它其實有很多 你很難去馬上就可以理解的 道理跟規則在裡面 從以前開始選麵區到後來 轉到管理職 然後一直到後勤 這陸陸續續當中 雖然我還會再回到麵區去煮麵 每一次煮麵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其實我自己在煮麵的時候 其實都會想說這碗麵到底要怎麼煮 才會煮到符合每個人喜歡的味道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希望說 我可以接收到很多客人的資訊 我還蠻享受 坐在麵區和消費者吃餐點的表情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 對於自己是一個很大的享受跟回饋 尤其是外國客人 通常大部分外國客人都會吃完之後 就會跟你講說 很好吃啊 我會覺得煮這一碗麵 再怎麼辛苦都很值得 我對我們總監營這一段時間來 有做了很多個藝術展 其實每一個藝術展 他所呈現的東西真的很特別 而且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對於那些畫作啊 或是成品出來都覺得 這個真的是特別 然後尤其是看到客人 也會很欣賞這些東西的時候 心裡就會覺得 我們真的是對的 我們老闆想要走的方向真的是對的 真的很想呈現給 喜歡我們讀小月的消費者 讓他們知道 我們除了餐飲上有精通之外 我們對於文化跟藝術 也很想要去推廣的一個氛圍 一開始我覺得 杜曉月會跟蛋仔麵畫上等號 這個是對我來講 一開始的我就會覺得這很正常 就是反正就杜曉月就是蛋仔麵 就是這樣子 可是就這十幾年這樣子下來 我們自己也有一些其他的菜色啊 包括我們的肉炸飯也有參加那個滷肉飯節 也連續得了好幾屆的入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 杜曉月不只是只有蛋仔麵而已 其實我們想呈現的除了蛋仔麵 還有其他菜色之外 還有包括我們總結想要呈現給所有的人 對於文化或是藝術方面的呈現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未來想要更往前推進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可以提供的其實有更多不一樣的文化 還有一些藝術的氣氛在裡面 我們提供的東西除了美食之外 一些藝術氛圍其實可以影響更多 我覺得對於消費者內心更多不一樣的層面的影響 在杜曉月老闆給我們返回的空間真的很大 他不會去很細想說你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他通常就是會讓我們去想說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去考驗我們自己的對於假設這是自己的事業 我們要怎麼去經營他 怎麼要去規劃他 對於訓練這件事情他真的不會手軟 就是會幫我們排時間跟課程去外面去做教育訓練 這是我覺得很多公司是做不到的 再加上他對我們的方式真的是還蠻開放的 就會讓你自己去想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把一家店或是一家公司經營好 在杜曉月這邊除了可以讓你有很好的舞台發揮 就是你可以很放心的發揮你所擅長的東西 其實我們這邊都會給你有一個很大的發揮的空間 其實這十幾年來看到團隊成長自己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自己得到的東西真的非常大 很多東西現在回想起來就會覺得 這是真的是人生一個很難得的經驗跟體驗 沒想到自己真的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還蠻不錯的 當然就是真的還是要謝謝這個團隊跟我們中間 很放心的讓我們開拓我們的想像對我影響也很大 對於看事情的方向跟藝術的培養 對我來講這是我之前從來都沒想過說會影響我那麼深的東西 在杜曉月其實可以做的東西很多耶 我從基層開始做 然後做起來之後 其實從儲備幹部到店長 然後到督導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個總管理是 包括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台外的機會 可以發揮的東西真的很多 就看每個人要不要去學習或是去努力 因為你只要有能力 你只要有辦法把你專長的地方呈現出來 其實老闆們都會看得到 也會有很大的舞台可以讓你發揮 我們現在光台灣就有六家店 其實管理職能缺也有 那如果你想走後勤 當然我們也有一個小的辦公室 很多後勤系統也需要陸續的堅持起來 其實後勤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發揮的空間跟舞台 只要你有心有能力 所以杜曉悅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舞台 讓你發光發熱